欢迎订阅我们的线上直播课程 在这个时间和刘峰老师对话的嘉宾是梁树铭先生的长孙梁钦元老师 梁钦元老师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 中国孔子基金会梁树铭研究中心的主任 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专攻北大课题组首席心理专家 西南大学的特邀研究员 今天梁树铭老师和刘峰老师 今天是梁钦元老师和刘峰老师对话的主题 是梁树铭先生心目中孔子人生态度系列课程的第八讲 飞行法 有请梁钦元老师 大家好 我们来接着讲梁树铭先生心目中孔子的人生态度的 第八种态度 非刑法 这个非刑法从字面上大家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孔子不倡导用刑法来解决问题 那我们从汉字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行字 从这个书文解字当中 它是从顶从刀 这意思就要砍头的意思了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是指一种很严重的惩罚 就是一种你要缺胳膊短腿啊 甚至要掉脑袋的 那么罚呢 那通常是在经济上 让这个有问题的这个人付出代价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旧堂书里头 它就讲得很清楚 善善者玄觉赏以劝之也 恶物者设刑法以惩之也 就是对表现好的可以奖励 对表现差的不差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的这个刑法呢 特别是从刑事上 从法律上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简称 就是你对法规 有所冒犯 有所触犯 那就要受强制的这种处分 当然包括这个什么死刑啊 这些东西 但是你是缺胳膊短腿 这个都没有了 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字面上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孔子 他怎么就想起来 主张了这种非刑罚的态度呢 他在论语当中 他就说 导之以正 其之以刑 您 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 其之以理 由耻且隔 孔子的这个话 在论语当中 讲了很多 在唯正片里头 孔子讲的这篇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这个不能忽视他 甚至可以称之为 2000多年来 中国的这种 法治体制的 一种指导思想 一种核心的指导思想 甚至于延续到 而今我们在这个法治建设上 也都受孔子的这种主张的影响 包括我们现在就常说嘛 就是德制和法治 要彼此结合 要这个治标的同时 要治本 上书呢 里头就说 这个古籍 上书里头有云 行其于无形 这个意思就是说 用刑罚的目的 是不在于法 而在于 耶稣 引导 和教育人 这个 虽然字上 写着是大道的道 但是它其实念导 本身也是一种 引导 指导的意思 齐这个字 从象星文字上 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是 商代的甲骨文啊 什么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看得清楚 它的意思就是 让这种骨碎啊 很规整 这样引申呢 就是一种 整治啊 治理的这个意思 那么在论语当中 孔子 提及刑和罚 大概是刑用了五次 罚呢 只用了两处 可见呢 孔子对这个事情 不太主张 那么在这个里头 挺重要的 就在这个里头啊 导致 正其罪行 这个态度 其实是很厉害的 就是管理国家 从事政务 如果主要靠强制 靠强迫 靠惩罚 对吧 在这个管理上 特别是社会管理上 偏重于 惩罚的话 那民众的想法 就是去躲避 这个犯罪以后 受刑受罚的 这个东西 但是本身呢 没有什么羞耻之心 也不会去公身自行 这个好像有点 逊兽的意思 只是 你看这边也打了 那边给肉吃 那么就要那边跑 这样一个心态 那么人本身在 心态上 在情理上 对这个错误 对这个犯罪 或者犯规 没有什么概念 只是觉得这个 弄不好要砍腿 弄不好要脸上刺刺 弄不好要砍头 这怪可怕的 别弄了 是这么一个东西 只是躲过了这个刑法 但是本身并没有 意识到刑法所禁止的 这种东西 是对自己 对社会 是有危害的 在概念上 在理念上 他没有什么认识 特别现在 我们很多的情况 就是好像有摄像头的时候 大家就 不乱来 特别是比如说 这个道路交通 你看啊 没有没有这个 敞红灯的监控 就闯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 他没有在态度上 对这种 违反交通规则 违反道交法 有什么 觉得有什么不对的 那么这个情况下 就是 急之以行 您可以免 但是没有 内心上 去认同这个东西 那么所以在这个东西上 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 就是王道和霸道 就是法家跟儒家的极大的差别 那么儒家呢 其实主张的是自我约束 那法家呢 更主张靠法律 靠刑法 那么在这样一来的话呢 显然 依靠刑法 依靠法律 法条 罚款 严厉的惩处 那么人生 严厉的一个基础 就是一个趋利避害 那显然这个社会就变得一种 很功利的态度 这跟我们前面讲的这种非功利 这个是完全相背离之冲突 所以在这个礼上 那我们自己 有没有在意识上 去看到这个问题 对吧 那么 导致以德 其之以礼 由此且格 这个主张呢 就跟法家是完全不同的 那在这个里头 我们更多的 还是 红子的态度上来 比如说人 比如说非功利 那么在这个里头 其实不仅仅是这样 因为我们也明白 特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真正让人发生快速的行为 改变的一种心态 就是恐惧的心态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头是红小孩 特别是老太太 说你在闹在闹 大老虎来了 你在淘气 警察来了 小孩立刻就好了 这个挺好使 但是这个事该不该做 为什么不该做 他没有 他内心只有恐惧 那这个里头 我印象很深 就做了大量的 个案咨询的时候 很多人的幼年 就是在恐惧中国 因为父母往往 在那个时候 他的那个觉悟啊 那个意识啊 那个层次啊都不够 就想赶紧把这事给摁住了 拉扎 其他都不管了 在那个瞬间 先把这个东西 给他停住 对吧 那么即便像美国的那个 布朗克林 罗斯福 他就讲过 我们唯一恐惧的 就是恐惧本身 那这个恐惧怎么样 他已经没有对错误 对这个行为带来的后果 给自己给社会带来的后果 去思考了 他只有恐惧 对吧 后头我们看到 其实美国的这个政治主张里头 也强调了一个就是 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我在做个案当中 看得特别清楚 很多孩子内心里头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所以很多的孩子很敏感 全部就有一个家长 他就问我 这个孩子怎么怎么一说 你完成作业 老师要批评了 立刻吓得又哭 平时那是不好好做 一说呢就就哭 然后写呢又写不成 那可以看 在这个里头 在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刚刚上一二年级的这么一个孩子 在这个行为里头 你用恐惧 他是知道了 不做作业不行 但是怎么弄 为什么不行 他也没感觉 他只有恐惧 那久而久之怎么样 这个作业跟这个恐惧就联系起来了 一做作业 他先想的就是恐惧 而不是说把作业做好 把自写好 把这个自认的记住 这个已经都顾不上了 那显然这个显然不是家庭作业 也不是父母的这个亲子教育当中 所追求的 所想要的结果 对吧 但是我们其实也明白 在这里头 孔子态度倡导的是 非刑法 不是否定刑法 那么在论语的李仁篇里头 就讲过 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君子怀行 小人怀慧 那么这个里头讲的 君子怀德怀行 显然就证明 孔子并不是否定 或者要求取消刑法 只是倡导 主张 唤醒人的理性 和良知 用这种东西 人情的 人们关怀的这种东西 去招感人的理性 必须有效的 自我约束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 其实我们 是需要 用刑法 也就是法律 去hold住这个社会的底线 但是 我们不能用 刑法 法律这种东西 指导人的成长方向 它只是一个hold住底线的动作 所以我们在这个 不论是在学校 还是亲子教育里头 我们都要明白 对孩子 我们当然要进行引导 一些技能 一些方法 比如说拼音 比如说笔画 笔顺 这些东西 最基础的东西 那要进行训练 但是这个训是什么 是沿着边的训 只是很可惜 我们现在大陆的 很多学校的教育 已经沦为 那个马之边的训了 跟训授诗似的 对吧 那么在 表扬或者鼓励当中呢 也会用这种东西 就是反向的一个操作 那就是 你表现好了 特别小学生 对吧 你发一朵什么 小红花 小红旗 一个小的贴纸 小孩很高兴 愿意为这个事 上课不说话 愿意为这个贴纸 做个业写得好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 什么 都是在低右阶段实行 对吧 今天已经开始高考了 那我看到 比如说 大陆的这种高考状元 有没有 比如说这个学校说 你高考得状元了 你上来 校长发一个小红花 你去领吗 对不对 那学校 要这么高 那那个高考的所谓的状元 那钻在地缝里 甚至 瞎子那个校长的心都有了 可见 在一个低层次 低水平的 低年龄的 那种情况下 用简单的奖赏 惩罚 惩罚 鼓励 好使 对吧 你包括小孩也是 你小的时候 你用简单的一种刺激 好使 但是大了以后 显然就不好使了 那有一个家长就讲过 跟我讲 他就是看那个 特别在中国大陆很火的 那个 号称叫什么 知心姐姐 实际上 岁数比我都大 奶奶差不多了 他就老了 对吧 那里头他就写过 一个主张 教育的主张 就是永远对孩子 说大拇指 那很多家长看了以后呢 觉得 就简单好使 都去用 结果呢 我就说过 我多次在亲子教育里 就讲过 就是如期的这个东西 看看就完了 不要这么弄 弄完了以后 孩子就给带兜里去了 因为什么 他不是专门搞亲子教育 而且他没有遵循心理规律 他只是一些经验之谈 这个东西是不行的 所以我讲完之后 我记得很清楚 那回在贵州 一次讲座 讲完了以后 马上一个家长就举手 就是小时候 两三岁的时候 鼓励闺女 还用规律 帮助爸爸妈妈 放碗筷 永远对闺女说 收大拇指 你这棒 你真棒 闺女大了 四五岁了 突然有一天 闺女正在摆碗筷的时候 突然停住了 问妈妈一个问题 说妈妈 我如果不买碗筷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 很糟糕的人 他妈立刻就没电了 立刻无语 所以看在这种东西 所谓的赏识 是什么 就成了一种 简单的一种刺激 好像这个 头子做了一个马戏 然后你给他一个香蕉似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对孩子 完成这个动作 做这种 有自己成长意义 有自己帮助父母 承担的这个意义 都没有用了 这事情上 往往就是相反的 我印象很深 在2014年 我在山东一次讲课 讲完课以后 因为后来还有安排 我要走 但是一个家长 直死地拽着我的衣服 说梁老师 我救过最后一个问题 我说那咱们边走边说吧 他抓着我衣服秀的 约走一边说 就是他们家孩子老大谎 我说 然后就问我怎么办 我说那一定是你管得太严了 因为你管得太严 他做不到 做不到 他又想让妈妈高兴 那怎么办 他只能发谎 所以在这个里头 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简单用一个惩罚 他首先的注意力就是什么 去躲避惩罚 或者说推延这个惩罚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显然这种刑罚 奖赏鼓励 过于简单的这种 投资 显然跟我们自己的初衷 就背道而驰了 我先讲到这 请刘峰老师点评 谢谢梁老师 今天这个话题呢 很有意思 因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在现实中 我们很多人 面临的这个 一个困惑 因为孔子思想里面说的一个 非情罚 他站在哪个层次上去理解他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整个的孔子思想的本质 是唤醒智慧 那当这个唤醒智慧 如果是用刑罚的方式 他呢 很难实现这个 唤醒智慧的这个 本质意义 但是呢 智慧的体积 和智慧的动向的提升 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先节条件 就是生命状态的和谐 包括自己生命状态和谐 和周边 整个社会 状态的和谐 那在这个人类的这个 发展历史上呢 这个 人类的这个 根性啊 从三维认知上 在不断提升的过程的时候呢 它有不同层次 对于人身上的动物性 它有用动物性对峙的一些方法 对于人性 有人性对峙方法 天性有天性对峙法 灵性有灵性对峙法 那么这些 都是为了回归 本质的 所谓的佛性和神性 就是圆满 那所以在不同的层次上 有不同的方法 如果说 你对一个动物 就是人的兽性 你用的是人性的方式 行面对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有些问题呢 它起来不作用 因为什么呢 所有的兽性 所有的动物 代表的是偏性能量 所以对这偏性能量的方式 揪偏的方式呢 是要跟它一个共恶的能量 进行调制了 所以这样呢 它是比较有效的呈现的 但这里面呢 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 因为这边前面写 导致以正 注意这个正呢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 诉求的 所有的正 能称之为政治啊 它一定是有它一个 这个现实诉求 那这种现实诉求呢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有它不同的特点 那关键是执政者的 意识能量 在那个境界 所以一个啊 通达智慧的啊 这个执政者的话 被称之为有道明君 啊 这个时候呢 它会以德制和法制 配合起来啊 唤醒啊 民心啊 达到一个这个和谐的一种 内外和谐的一种啊 这个时空能量状态 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德制和法制啊 在它的这个体系之中啊 它是一个完整的 那如果啊 遇到这个所谓的无道昏君 它是以利益啊 以这个局部的这个 有限的这种格局啊 作为目标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这个 这个 所谓的这个 它叫 提之以行的时候呢 那这个行呢 对生命的 从某种意义上 它有它的限制了 啊 所以就刚才啊 梁老师说的 你在这个低层次的限制上 会让很多人 啊 他无法 活住他生命的那种啊 提升的状态 他反而他过度 关注在这个 所谓这个行的 这种冲突上来了 啊 所以呢 那这个呢 就是在不同的层面 呃 里边的背后 还是要看啊 你做这件事的 起心动念是什么 如果啊 你是一个通达的 生命体系啊 和这个 政治体系的话 那这时候啊 德智在这里面啊 起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教化会起 很重要的作用 而孔子呢 啊 他是以教化为主的 啊 就是要从 投影原理 改变人的心性的 啊 他投影原理改变以后呢 他投影出来的像呢 就是和谐的 而这个呢 整个儒学思想 源于这个周理系统 他就是建立一个和谐的存在 就是昆德能量系统 他是为前道 提供充分且必要条件的 啊 但是呢 因为 民心的这种多元化的呈现啊 所以呢 这个 行在这里面呢 刑法呢 他会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 他是辅助什么呢 他实际是戒的辅助 啊 什么叫戒啊 啊 戒就是一个觉悟的生命 他会选择 啊 有些事情他做 有些事情不做 因为他知道 有些事情呢 啊 做 本来不该做的事情 做了的话呢 他会影响他自己的内在能量的这种平和 啊 所以呢 这个他要持戒 持戒呢 达到了一种他的整体能量的这种相对和谐的状态 他来限制那种偏性能量的呈现啊 那这就是啊 这自觉的人 但有些人呢 他没有觉醒到啊 所以呢 他呢 没有约束的时候呢 这时候就需要法律啊 来约束 法律的约束呢 有两种可能 一种呢 对接受法律的人 他变成一个自我约束的一个辅助 为什么要自我约束啊 就是因为他 啊 天性能量 在一个层次上天性能量过度发展的时候呢 他的纵向提升的条件就不具备了 啊 所以他要借用这些啊 手段和方法来限制自己的天性能量的发展 那这里边呢 行呢 还有另另外一种解读 这是对于一个觉醒生命的时候呢 他会选择 力竭 啊 这个行呢 他又是一种竭 啊 为什么选择力竭呢 就他要身为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力竭 啊 为什么呢 他要把他自己身上的低层次的能量 全部把它清理干净 那这个清理的过程呢 其实有时候刑罚啊 是一种清理的过程啊 所以呢 这叫消业啊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你看那个师傅啊 啊 打徒弟啊 他他打 打这个徒弟打得还挺厉害的 实际上呢 徒弟呢 他的甘愿是被打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这个过程啊 是在让他提醒 转化他的任职 让他真正知道有些问题啊 他的造业的事情啊 是不能啊 持续的发生在他身上 应该会有 有对他的重向提升 会产生巨大的障碍 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啊 去了解刑罚的这个不同境界和层次哈 我们才能知道 他不是一个机械的 简单的就是否定刑罚 关键 你用这个刑罚的起心动念啊 你用它来干什么 这很重要 啊 所以呢 从孔子思想里面呢 因为他永远可以把行而中 行而下 啊 行而上 行而中 行而下 贯通起来想的时候呢 就能知道 他在每一个层次上 他都有在那个层次上 智慧的妙用 啊 谢谢 啊 梁老师 您继续 嗯 刚才这个刘峰老师讲的时候 我也特别 真的听了 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有一个提发 其实就是啊 比如说小学阶段 那还看他当时的那种认知能力 接受能力 那你给他发个小红发是好使的 那个时候你去 特别是在学校这么一个大大的环境下 你在家里头 对吧 这么弄可能还能来得及 慢慢说慢慢讲 慢慢引导 但是你要 在学校的这么一个大环境 一个一个去说服 这个恐怕也有点麻烦 其实在这个阶段呢 他可以作为一个 叫战术吧 一个全一支气 这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到了孩子年纪大了 没有老师用 学生也不吃这一套 这个其实我觉得 就是刚才 听这个刘峰老师讲这个东西啊 突然想到了 再有一个就是 我们接着讲 就是这个 为什么离不开刑法 为什么要有也有刑法 因为这种讲优 成立 它其实有一个 hold住底线的作用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特别是因为高考嘛 今天大陆高考 那其实大家感觉到 这种高考的这种紧张和什么压力 在这个高三这一季 高三也比较惨 由于疫情一爆发 高考又推迟了 所以这个紧张紧绷的情绪又延长了 所以在这个教育里头 我们也看到过 就有那种就是什么 只要学不死 就往私立学 就这种也有的东西 号称要让学生自己 醒悟 自己自觉自律 那这个东西都有效果 但是我个人 从事这么多年的这种 考前的心理疏导 我的感觉就是 所谓的尖子上 就学习比较明白的这帮学生 主要靠体发 这个比较差的 你硬逼着 那可以本来就是 连三本都不行的 你耗着玻璃子 连下壶带红 然后逼着几点钟 采取睡几点钟 什么怎么样 必须得背多少遍 生搬硬套 那个也好使 也好使 但是这种东西怎么样 一旦过了 这个问题就 出现了一种翻转 或者叫变形 完全 否定了这个 惩罚者的这种 主张的这种 出心 或者叫意愿 印象很深的 就是14年 我应邀去 某省的第三监狱 一个呢是帮助 当时的狱警 调整心态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们也非常 现在随着什么 国家的这个进步吧 也开始对这个犯人的这个 进行建设 进行修正 所以就是两场 一场是面对这个 预警的 一场是面对这个 服刑人员的 那么讲完了以后 跟这个预警 讲完了以后 那个预警就提问 是这样 因为当时 从公安部啊 司法部啊 都非常重视 这个心理工作 所以就是很多的 预警都考了 心理咨询师的执照 那其中预警呢 的咨询师就说 说他们监狱里啊 有一个 个别 这个这个这个 滚刀肉似的 服刑人员 就怎么弄都不行 关小号也不行 啊 因为心理调整 也不好使 说你 您是这个 北京来的 可能比我们那 水平高 是你帮我们看看 我听了以后 我说那那就看看 因为当然 按监狱的管理啊 他只能是 远程视频 有这个监狱管理的 要求啊 还有这个安全上的 考虑 那就是视频 那这个人 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 姑且称他为 你现在 监狱里头呢 监狱里头都实行 积分奖励 就你表现好 就给你讲分 你讲分 讲到足够多呢 一个你可以有更多的 跟家属 兼兼的机会 另外还可以怎么样 足够多的时候 还可以减刑 那说这个 挺好使啊 很多的这个犯人 就争取表现好 争取有更多的积分 对吧 争积分啊 对吧 包括有其他犯人 有什么不轨的行为 这个什么 想越狱啊 或者胡来的行为 他就举报 这都给奖励 哎 这个H啊 很有意思 他呢 跟这个玉井啊 炒掉混淆 玉井呢 跟他讲 这个有这个奖励的办法 他说不行 说你啊 你得先给我奖励 我才能表现好 因为万一我表现好 你不给我奖励 那我不就白干了 我就上当了 所以这个人 就一直表现很差 其他的人呢 就是因为要挣积分 啊 然后就去表现好 挣积分 这个人就是反正 你得先给我积分 奖励 我才表现好 你看 他把这个事倒过来了 那么一开始呢 他觉得这是一个 推动犯人的改造 推动犯人表现好的一个举措 结果怎么样呢 就是反而受困于此 这个其实非常清楚的表明了 就是过度的依赖奖程以后 出现的一种问题 因为刑法本身是一种 用法律的形式 可以强制 把人的这种 不好的言行控制在 相应的范围内的一个 短暂的举措 对吧 短暂的举措 本身是要求快速的 把这个局面控制住 对吧 就相当于你有了伤口 先捆住 先止血 然后再说其他 对吧 它是这么一个措施 相当于是一个简单的绷带 它并不能把这个伤口处理掉 但是人呢 犯罪 作恶 的起源就是这个心 被污染了 只有把他内心里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污秽的东西 清理干净 对吧 就像你把这个窗口打开 清创 然后才能够 让这个双口 去愈合 因为如果你简单的跟这个 去算账 那这个就成了一个 怕吃亏 因为就是 因为既然算账 我算账 他就要怕吃亏 对不对 你这个奖场东西 万一你 因为你权力在你们手里 你们说我有分就有分 你们 我表现奥利不过分怎么办 结果能不动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见到他以后 我就直接指出来 我说你的这个行为 就是幼儿园小朋友的行为 对不对 就是老师 你给我小红旗 我就不说话 是这么一个游戏 而反过来 也帮助我去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 进了监狱 成为罪犯 就是他在算账 对不对 他算 我去行窃 我去行凶 我去行抢 我被给住的概率 如果足够低 那我就可以干 他是算账了 那显然如果仅仅靠算账 而不是把这个人生的道理跟他讲平板 那这个永远那么清楚 所以当时我就戳穿了这个人 我说你的这个行为就是 你们先放我出去 我再不犯罪 我说那这个法律就没用了 对不对 你去银行也是 那怎么办 你先给我钱 我再给你卡 可以吗 可以吗 对不对 和你先给我钱 我再写收据 那你要拿钱跑了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显然是一个什么 心理非常幼稚 而且逻辑是反的 就在这个角度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仅仅从讲成去推动犯人的改造 效果就容易出偏差 那么人心的恶与善其实是问题的根本 那讲到这儿呢 其实我倒想起来就是 我的祖父啊 曾经跟我叔父 因为我祖父就是两个儿子 一个是我父亲 是老大 我还有一个叔父 他比我伍尽小三岁 他跟我祖父呢 在柜里抗战的时候 在柜里有过一段对话 是这样的 啊 就是我的叔父说 我对人类已经感到失望了 因为我相信 人性是恶的 那我的祖父呢 没说话 但是 直接摇头 那我叔父就看到就说 难道不是这样吗 人性怎么能说是善的呢 那我的祖父说 人性是不够善 但是 人心 人性 是向善 那我叔父 就回应他呀 可是 不是每个人都有向善的那一面呀 那我的祖父 回答他 回答我的叔父这句话 他说 你觉得他 那正因为是 你是善的呀 所以在回答这句话的时候 我叔父一看 我祖父眼睛里 满含着 泪光 所以在这个里头 我们可以看 还是要唤醒 人的善 对吧 杨明先生就讲过 无善 无恶 心之本 有善 有恶 一之动 知善之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人心 本来没有什么偏好的 善恶 都是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感受到的 是起心动念的 所以在这个里头 我们可以看出来 人性 向善 是孔子的基本认知 而且他也是基于这一点 去推动 社会的发展 推动 人性的完善 那 杨夕明先生 主张非刑罚 那是不是他就放弃刑罚呢 并不然 并不然 因为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 在邹平的乡村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进行了大量的这种 乡村建设嘛 而且是全面的 包括精神上 包括文化上 包括经济上 包括卫生上 全面的推动这个 从这种落后的 中国的那种农村 啊 最终他发展 最终他建设 其中一条 很重要的 啊 就是对社会风俗的这种影响和改造 啊 比如说 禁毒啊 禁毒啊 吸毒 要查尽啊 赌博要禁止啊 那同时 还有什么呀 禁止同婚 啊 就很小的小孩 结婚 这在当年的这个周平 就曾经触法过一对同婚啊 双方都是农村的家庭 那当时的触法的办法呢 很清晰 宣布这个婚姻无效 而且对这个同婚的家庭啊 男女双方的权限 予以公告公事 予以批评 哎 让这两家 搞同同婚的这两家 很没有面子 而且使得 由此啊 啊 在这个 周平 当年的这个周平 这个同婚的这个势头 得到了 有效的 个质 啊 对于这个吸毒的人员 也进行管教 啊 组织他们比如说学边框啊 学一些这个手艺啊 哎 那进行这个社会风俗 社会管理的这种推动和建设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并不是 简单的放弃了承法 放弃了法律上的这种约束和建设 相反在这一点上 也还是用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明白 就是用法治去推动社会 那只是什么样 hold住社会发展的底线 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但是并不是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比如像美国的这个黑人和白人的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 就纯靠刑罚 你可以看 弄来弄去 不管警察怎么弄 开枪也好 什么催泪把刺也好 弄的这个社会 其实还是不行 就可见 单靠刑罚 这个事情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也并不放弃 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社会管理的这个作用和机制 在这一点上 肯定就还是 但是邓小平讲的那句话 就两手都要硬 不能够偏废一方 但是肯定 还是以得志 以唤醒人的良知 唤醒人的理性智慧 让他意识到一个正常的人应该是怎么样 是有荣誉的 怎么样是不好的 是为社会被自己所耻于为之的 这个才是真正理想的有效的社会管理方法 显然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明白非刑罚 孔子的主张到底是什么 以及杨树明先生对非刑罚的这种践行 或者叫社会实践是怎样的 我先讲到这儿 请刘宏老师讲听 谢谢梁老师 在这里我们理解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其实刑罚是制标的 那德化实际是制本 它是画标 德制是画标 把这个标表融化 画是怎么画到头原里一转就画了 所以德是维度 提升维度 就进入更高层次的那个 这个腾语言的时候呢 你现实的东西可以画掉的 你腾语言一转 现实的像就转 所以德制 它有的更深层的含义在 那么这个 所以呢在这里面 特别重要的 这个有集结 特别重要关于善与恶的这个例子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就是说 在这个三子经里面 讲这个人之初 性等善 但是呢也有说人之初性等恶的 那这个人是怎么来的呢 如果我们理解这个宇宙时空的能量关系 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高维的投影呢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初生就是从高维投影到这个空间里的时候 我们知道投影员是在高维 那么高维的投影员在恩为恩其云无穷大的时候呢 他是具足圆满一切智慧的 他是无限慈悲的 所以这个呢 这个纵向的人之初 这个呢叫性本善 那么在三维空间里面 投影出来的声音 他带着许许多多中间层次上的认知障碍 那这些认知障碍呢 构成了我们三维的一种生命的一种能量结构 这种能量结构呢 因为有内在的障碍 所以不圆满 这种不圆满呈现在现实呢 就是那个所谓的恶 所以从三维空间来讲 人之初性等恶 这是很容易理解 这也就是说基督教说 为什么人带着原罪 什么是原罪 原罪就是我们内在的那些认知障碍 这些认知障碍 是你带着这种障碍 你才能投影成人 我们就是你只要是人 一定带着各种的偏性能量的认知障碍 投影成现实了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呢叫原罪 就你来的时候就带了 所以呢 从人之初性等恶 从三维理解 他就恋爱了 他说得很对 合理 但人之初性本善呢 是站在整个生命的本质 站在恩美恩其无穷大的 他就是本善的 他就是本善的 当然在这边呢 我们就能去理解 王阳明先生提到的 无善无恶心之本 就在恩美恩其无穷大 圆满的生命状态的时候 他根本就是无善无恶 因为善恶是分别 就相当于这个 所谓亚当跟夏娃 之所以 这个 这个 往下 从一变远离 回到缩活的世界了 来到缩活的世界 就是因为什么呢 受蛇的诱惑 吃了病果 采生了分别心 注意这个分别 才是所有的 这个烦恼之源 当你没有分别的时候 所有的系统 所有的宇宙智慧 它是通达 当你执念分别的时候 这个分别 呈现了林林总总的 这个存在和障碍 所以呢 第二的话呢 它叫无善无恶心之本 新的本在哪呢 在恩美恩其无穷大 那个投影员 有善有恶意之动 就当我们开始执念的时候 这一念就是一个郑贤波 那一念一众生 当我们开始执念的时候呢 就有了分别 就有了善恶了 那知善知恶是良知 那我们知道这个善和恶 它的本质 并不是这种 我们停留在这种对立关系上 而是知道它的那个 什么认知让我们产生这个分别 那这个叫两知 所以呢 当你坚持善的时候 其实一定有一个等荡量的恶存在 你这个善的这个认知越强 一定会跟它同样强悍的恶存在 所以在善恶永远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 就像蚂蚁跟蚂蚁打架 蚂蚁之间的善恶跟人就没关系 所以你的维度一提升 你对善恶的那个理解 你就会从更高一个境界去看明白 为什么会产生善恶分别 那个认知才是源头 所以当你知善知恶的时候 你是知道的那个认知 你 这就是良知 因为你知道这个认知 你就可以颠覆这个认知 而提升你的生存维度了 所以这个知善者 为善弃恶是格物 所谓的为善弃恶就是真正了解 善恶之间的这种关联的时候 实际你在做的时候 实际上你了解了所有善恶的内在结构 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 就是人的善念 对人的刺激和对人的内在认知的强度 实际是弱的 而人的恶念却是强刺激 比如说杀到阴望酒 而这些恶都是强刺激 它相当于在我们的内在刻下了很深的痕迹 它形成的障碍很难去掉 而人以理直信呢 它是善念 它呢 比较容易去掉 所以当我们不断的通施我们的善的能量的时候 让我们不断的以善来替代这个恶的存在的时候呢 背后呢 它更容易去掉 所以为善 不是为了执着在善上 而是也是为了能够超越它 提升那个维度和境界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所谓责物 所以对整个空间结构的本质了解以后 你才有可能 去把这个低层或者能量的执着 把它颠覆 对这个认知颠覆 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性善性恶那个 所以它跟那个刑罚之间的关联呢 它就是一个在对立层面的一个平衡 因为只有当你在某一个层次 能量真正进入一种平衡状态的时候呢 你才具备在了共享提升的基础 但如果我们内在的觉醒程度不够 根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 内在提升的时候 这时候刑罚就变得很功利 这种刑罚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功利需求了 所以就是目光很短 它跟生命的本质连不起来 所以这个刑罚会成为生命绝体的障碍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 产生人的恐惧 愤怒 纠结 绝望 等等的 这些东西全是负能量 这种负能量呢 实际上人的那个 这个在这个有限空间里的障碍呢 而被强化 所以这样造成很多的问题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它会造业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关键就是 你生命的觉醒 你就知道 行务法如何来辅助生命的产感 建构一个和谐的存在 这个空间能量的体系 为动向提升 创造好的条件 那不知道 动向提升是生命意义的时候呢 这个刑罚往往带着某种有限的目的 这种有限的目的 达到的同时 刑罚也产生了更多的 那个能量的冲突跟纠结 所以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冤烟相冒的这种内在心理状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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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其实知道 因为一开始讲到的吧 导致以什么 导致以症 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做什么 导致以德 其之以理 还是用刑 用法来解决问题 那这里头其实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社会上的管理也好 或者说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相互怎么去影响 怎么去相处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里头呢 梁明先生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 找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 那你从汉语拼音上呢 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四声是有区别的 就是什么呢 这四个字 一个是力量的力 力量的力 一个是利益的力 有没有利益 有没有利润 那个力 还有一个呢 就是道理的理 物理 心理 那个理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 礼貌 礼俗的那个理 从汉语拼音上来看 没有四声的区别 实际上是一样的 那梁书明先生指出呢 就是随着人类的发展 人类文明程度 人类文化程度的不断的提高 这原来呢 最开始是 力量 利益 力量 道理 三者呢 是相互循环的 但是呢 随着这种人的文明程度的 不断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的发展 那人的理性就不断的增长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力量 以利益的这个影响呢 就开始下降 这是一面 另外一面呢 利益的这个力 这个力 作用增大了 就是因为做生意嘛 对吧 有经济发展啊 那么人的这种 所谓的需求 各种各样的需求 都得到充分的满足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随着满足的程度 不足的程度 提高了 对吧 就是像我们现在的 你温饱 解决了 那大家对这个利益 对物质的这种追求 就减弱了 相应的 对精神上的需求 就增加了 对吧 那么如果是用力量 这是什么 这是最严重的力量 就是武力嘛 对吧 那枪顶着你后腰 让你做一个事儿 好使 立刻就有效 但是其实你明白 这枪也没了 或者比如说对方拿到了枪 那这事就麻烦了 其实从这个社会上 不论是社会管理 和社会的人 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 那显然就是什么呀 力量 不如利益 对吧 对小朋友就是 你不协助我打你 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你好好做 给你吃一个什么好东西 那这是不一样的 但是反回来呢 利益又不如道理 对吧 那你自己作为学生 你自己做不好这个作业 你自己觉得对不对 他觉得不对 然后他去做 如果仅仅是用利益 或者利益去弄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阶段 就家长一开始习惯了 用这种威胁 那种物质引诱 去推动孩子的改变 行为的改变 觉得好使 但后来后来 就他就行了 对吧 你比如说 你好好表现 妈妈带你去吃什么什么什么 一开始这个孩子有劲 就好好学 赶紧完成作业 妈妈怎么样 吃了几次 没劲了 我不吃了 对吧 你好好写作文 妈妈带你去吃 西餐 我不吃了 妈妈就彻底的没戏了 对吧 但是我们其实明白 从事社会相互的人和人之间的影响 就力量不如利益 利益不如道理 道理不如理俗 那么在这里头显然利益的作用 起效快 但是什么 失效也快 而理 那就这种文化的影响 理性的影响 他慢 起效慢 而且一开始可能是比较弱 但是呢 是持久的 是稳定的 是深远的 这个呢就是 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例子 那就是我祖父他自己的 因为我祖父他出生实际上是在清朝的光绪年间 大家想一想 清朝的光绪年间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那个货币就是什么 就是铜钱 这不是纸币 也不是什么大洋 就是铜钱 那在这个时候呢 祖父很年幼 大概就是八岁多 八岁左右的样子 他自己呢攒了点钱 拿那个绳子串了一小串铜钱 那是他的铜钱的财富 很珍贵 拿着 因为那东西也不好拿钱包弄 就挂在手上挂在手腕上或者拿在手里头 就是他很重视嘛 这很珍贵的一个财富嘛 小孩很不容易 就拿着到处一边弄一边玩 玩着玩着突然有一天 这铜钱玩着不知道哪去了 那这是他的全部财富啊 对不对 对一个八岁的孩子 他自己的全部的财富没了 特别的郁闷 特别的沮丧 甚至也有些恼火 这样的话就问 家里都 不论是长辈啊 还是他的哥哥啊 和两个妹妹啊 就吵吵闹闹 你们谁拿了我的啊 吵来吵去 发火 但是因为谁也没拿他的 所以也就发火就发火吧 那也没没 这个同学也出不来 但是第二天早晨啊 我祖父他 要起床一睁眼 看见我的曾祖父 就是他的夫妻 站在他的床边 站在他的床边呢 一句话都没有说 帝给了他一个 写了字的字条 那我祖父就很好奇啊 很奇怪啊 这个父亲怎么跑到这儿了 然后拿一个纸条给他 上他写着字 然后他就拿起这个纸条 因为八岁了嘛 也上学了 认得这个字上他写着 一小儿 一小儿 在家中的桃树下玩耍 偶将一小串钱 挂于树枝之上 而望之 到处向人询问 讨闹不休 此日 父亲打扫庭院 一小串 见那串铜钱 悬于树上 乃指示之 小儿 使自知 其糊涂 云云 看过这个字条之后 那我的祖父 赶紧穿好衣服 立刻跑到院子里头 这棵桃树之下 果然一探既得 不尽心怀 惭愧之意 那么可见 我们在这里 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仅仅是用一种 惩罚训斥 好像是可以 对吧 立刻就可以喊停 马上就可以立竿见影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从心理的过程来看 但孩子被惩罚 不管是 你语言上去攻击他 还是打他骂他 这种情况 那 孩子他出于恐惧 和自我保卫 自我防御的这种本能 他马上会把所有的注意力 完全聚焦在这个 惩罚体罚的本身上 而很难引起 为什么被罚 为什么被批准 你可以想见一下 我们都是从小时候过来 是吧 有时候可能也被父母 打过或者训斥过 那在那种情况下 你比如说被打了 被训斥了 那你时候 你会怎么想 你会想 这个爸妈说的太对了 我就是该打 我就是该问 我确实错了 我现在明白了 我下次再也不做了 你会这么想吗 这不可能啊 相反 在这时候 孩子 通常只会想 你们大人 就是仗师欺人 对吧 你们是高利大 我没有办法 你们就这么 打我也好 骂我也好 批评也好 这个你们太可恶了 他绝对不会想他那个行为 是错误的 为什么错误的 下回怎么去弄 所以梁树铭先生 他就专门讲了这个事情 说教育上 常常借赏罚的手段 想去改变人的日常行为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赏罚是用人的计较 得失算账的这种心态 去调动他的行为 推动他的动作 这样一来 看样子是把这个行为制止住了 但是怎么样 把这个人的生活 和生活之理 完全打乱了 颠倒了 所以这样不是一个情谊的教育 没有情感 没有 教化 没有企业 而且有很坏的 长久的副作用 因为用赏罚 去为善 或者是不作恶的小孩 梁淑敏先生认为 基本上是不可教的 相反的 这种赏罚是反抗的 相反 他的本能力量 生命力量是强的 因为什么 他不受外面的扰乱 这种孩子 倒是有希望 所以在这一点上 孔子的主张 特别是非刑罚的这个主张 就是要求我们怎么样 发乎人心 本乎人情 顺乎人性 梁淑敏先生 曾经论述过 说举凡社会习俗 国家法律 指中国 持之与西洋去比较 在我看来 主要就是在 中国的特点是什么 相遇之情 人跟人的感情 很重 而西方怎么样 是人与人 是一种相对的 对吧 那么社会秩序 之所以得以维持 当然 这离不开法律 但是梁淑敏先生主张 还是要 更倚重于 理俗 倚重于德制 近代西洋法律之根本 在权利 但是中国倡导的这种 德制 这种理俗之本 是在于情和义 主义的义 义气的义 是在情与义 不是强调权力的问题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看的 历史上有个非常有意思的 案例 就是明代 有个大名人 戏曲家 汤先祖 这个号称 这个有什么东方 莎士比亚 这样的一个称呼 牡丹亭是他的杰作 他早年呢 就有很大的这种文学上的 这种题材 让大家所瞩目 但是呢 当时呢 他坚决抵制 买这个当时的首府 当朝的首府张居正 虽然他在万里十一年 就中了进士 也当过什么 南京太堂寺的博士 礼部主事 但是呢 因为当时他上书 弹劾当时的大学士深实行 结果呢 就是惹了人了 惹了领导了 那么就被降职了 先仗到徐文做典史 最后呢 大概在1593年3月 又改他 改派他去浙江的隋昌县 去做支县 那么在他那认 在认这个隋昌的支县的时候 他在地方上是一个地方官嘛 父母官嘛 那这时候他可以 有一定的自我操作空间 那在这个时候 他县里监狱里头 他县里头有监狱嘛 那么他对待自己县里的这部分 犯人 采取了一个非常对样的做法 在除夕之夜 允许求犯 回家过年 与人团聚 过完年 过完了这个除夕夜 还要回来 那这些犯人呢 果然 就都自己回来了 那么到了元宵节呢 他又允许求犯 脱去求衣 穿着普通的那种服装 跟大家一起 到这个隋昌县的这个河上 这个河流上 桥上去观花灯 就在这个史 历史的记载上 叫做出夕浅囚 和仲囚观灯 一时间的这个传为美名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的这些犯人 没有一个人借此逃跑 所以在这里头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苍贤祖 对这个非刑罚 做得很到位 是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更注重的一种感化 让 囚犯的那种心 那种心理的良知 被唤醒 可以有一种自我约束的能力 当然 其实我们也明白 因为囚犯 显然他对这个 不仅仅是作恶于社会 更重要的 其实我特别接触过以后 我的感觉就是 他在认知上 在信念系统上 都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 他是可以在节假日 这么东西 那平时还得回到监狱里头来 那么梁寿明先生就说 只有提高人的品格 和人的社会本能 不是动物的那种本能 是社会本能 靠着情感 靠着人不分别你我 不计较算账的 心理 去生活 这样的生活 他是有趣味的 他是和谐的 他是和睦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孔子的主张 在以前 即便皇权时代 有的真信 孔子的这个飞行阀的 大家看 也是 就是 用这个 时髦的话 是好使 也是好使的 就在这一点上 我们看清楚了 这个飞行法 是有实际意义的 而且是 真正对犯人的改变 是有推动 因为在这个时候 不管他是出席夜 在家里都住一宿 还是 对吧 脱去求医 这个 袭来攘往的这个县城里头 去关灯 上花灯 然后到点了回来 那这也没有什么 现在这个这个 针对那个孟晚舟那种 什么电子脚铐 都没有啊 完全只能靠 这个自觉自愿呀 在最起码在这个时间点上 在这个时间段里头 那隋唐县的这些 囚犯 那还是 他的那个人性 啊 那个良知 可见还是 可以被唤醒 可以能够啊 实定实现这种 在这个时间段里头的 自觉自律 所以非刑罚 确实是 可行的 最有效的 那我先 讲到这里 请刘凤老师继续讲评 谢谢梁老师 这一上来讲的 这四个例啊 例一例 特别重要啊 这些总结的特别妙 这个例 例和理和理 那这里面我想说一下 就是说最后这个理啊 其实在中华的话里面呢 它指向的是中华核心的理业文明 这周理 因为这个周理 它呢建构了一个 在周易基础上 建构了一个 每个生命的一个 啊 在这个时空的生命啊 存在的准则 和它的游戏规则 啊 它的目的是为了得到 啊 所以周理系统建构的军军臣臣 富富足足 讲的是为军有为军之道 为父有为父之道 为臣有为臣之道 为子有为子之道 它的目的啊 是为动向提升建构最合理的 时空能量结构 啊 所以在周理的这个系统下呢 它是一个完整的 时空能量体系 这边一个视线的是啊 右边呢 是一个丰盛的丰 反显的丰盛的丰 所以这个理本身 就代表了啊 无比丰盛的 整个宇宙空间的存在 啊 它视线的是所有存在 所以它呢 又跟得是对应的 因为得就是维度 啊 就是不同的境界 所以所有境界的存在 都可以在这个理的 这个演化下呈现 啊 这就是高维智慧 和三维存在的一种关联 啊 对这个四个 啊 理的境界啊 能够让我们看到 为什么理不如理啊 这个它不 它还不仅仅只是一个 礼貌啊 这个规矩的这套 它最后呢 这个理实际有更深层的含义啊 另外呢 这个赏罚的激发的呢 是 丰盛 丰益和恐惧 及虚伪 所以它强化了假象 啊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这个赏罚呢 它有它的这个 这个 时空的极限性 而教化呢 它激发的是 本质继组的内在智慧 啊 所以教育本身呢 核心目的 是唤醒本质继组的智慧的 啊 所以呢 这个孔子啊 他一生是在做这个教育啊 是在唤醒智慧啊 作为它的本质上 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叫 本乎人情 顺乎人性 所以这句话呢 要调过来说呢 可能更符合这个空间结构 就本乎人性啊 就是这个真正的本 是性啊 是什么性呢 是人性的那个自性 那是一切之本啊 这也是本性 那顺乎人情 那这个人情呢 是这个能量的一种结构 是在现实中能量相互作用啊 所以你顺乎人情啊 本乎人性的时候呢 这样就通胀了啊 顺乎人情 使得我们的横向啊 能量进入一种和谐的状态 本乎人性使得我们的纵向回归我们的自性 本质啊 就这样呢 啊这一段呢 就已经啊非常清晰的跟大家解释了啊 为什么啊 这个在这个飞行法在这个时空是可行 而且是重要的 啊谢谢 好我们继续接着讲 呃后面呢就是 还是涉及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内容 啊具体的内容 在这个里头 呃孔子 他的理想 讲得很清楚啊 在论语里头讲的就是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嗯 包括 非日常的生活 孔子呢 也对他自己的徒弟 学生 增点 对吧 他就说过啊 我们现在也 了解过这一段 就在文语 先进篇 牧村者啊 春福继承 冠者五流人 童子 又继人 与胡仪 丰胡 与 勇而归 啊 只是在这种非常潇洒 非常自然的这种状态里头 是他 特别喜欢的 在这里头呢 其实 也能看得出 那么中国伦理社会的一种崇尚和理想 就是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 而且在那种农耕社会 特别熟人社会的话 他也很少讲什么权利和义务 而主要讲的是 教替礼让之逊 附处呢 提倡的是一种 仗情无我的生活态度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就孔子他并不是要废置刑罚 那么 杨树明先生 从论语中看到了孔子的态度 是主得志 是教化 处置以刑罚 在这一点上 杨树明先生 对于法律 还是非常非常重视 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 他也强调了 要对个体的权力 义务 要给予足够的尊重 特别是对于巨大的权力 他也倡导要进行规划 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这个最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1970年 那个时候 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梁树明先生 当时是在全国政协 全国政协 那时候就被组织起来 学习这个宪法修订草案 那么这个宪法草案拿出来以后 大家都说好啊 这个怎么怎么样 毛主席怎么英英 这个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然后这个宪法特别好太完美了 这个反正都是一片歌颂之声 梁树明先生一直没有说话 到最后呢 因为好像成了一种轮流发言的这种态势吧 那么梁树明先生也要讲一讲 所以他自己就讲 说这个宪法草案我看了 这个马上要复制于 这个全国人大要把它通过 把它制定成宪法的这个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文字 但是呢 从宪法的本意上来讲 这个宪法草案是要不得的 这宪法的制定是要约束一切权 包括皇权也要被宪法约束 因为他首先发端于英国嘛 英国制定这个大宪章 就是约束国王的权力嘛 就在这个里头 我们现在讨论 70年讨论的这个宪法草案里头 跟这个宪法的最基本的那个要件是矛盾 第一个 把人搁在宪法之上 列入了人的姓名 还规定了 谁谁谁来接班 说这个 与宪法的精神 完全不合 其实这个 你学一点法律知识的 大家都明白 这是一个法律学的常识 但是在那个时代 很多的专家 很多的什么大律师 甚至于包括当时啊 无惧蒋介石独裁统治的 习君子啊 大律师 比如像史良啊 什么沈钦儒啊 这些东西都在那 谁都不吭声 谁都不提这个宪法草案 与宪法的基本心神完全背道而驰 谁都不讲 但是梁淑明先生 没有考虑 安危得失 个人的安危得失 而是讲 法律这么写是不可以 宪法没有这么写的 你不做宪法可以 做宪法 就跟宪法的基本主张是矛盾 那么立刻就有人喊 就是要 麻烦梁淑明先生的狗头 这种非常粗鲁的人生冒际 都已经出现了 那好在呢 当时呢 这个主持会议的是一个军代表 说这个这个 有人放毒 要注意 想说先不传 向上帝汇报以后再说 当然大家也明白 没多久 这个被列为接班人的林彪 就摔死在外门谷了 这个东西 这个所谓的宪法也就 这个宪法草案也就流传 可见 对法 法律的作用 梁淑明先生 毫无顾忌的 出于忠心的 出于对中华民族的一种担当 但是坚决主张要有法律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并不是主张用这个来解决一切问题 那么 那梁淑明先生就非常清楚的在人心与人生 他的著作里头就讲清楚 说 礼俗封善 道德规范 这是社会之事 但是法律制度 这是国家的 教化 礼俗 自立 这三个因素 都来自于人类的理性 所以梁淑明先生非常直接的指数 靠立在基于人类的计较心 得失心而建立一套那种统一动物式的行赏 这种办法去重整社会 这个此路不通 是不行的 这一点不仅仅是他的理论上 态度上思想上的主张 而且他自己也是付出于具体的社会实践 那么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初期 周平 山东周平 境内呢 就余有匪患 有土匪 动不动就来打家劫舍 劫掠 江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这个社会上呢 就比较糟糕 但是从上个年代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初期 三一年 这个乡村建设研究院 正是在周平成立之后 那么 杨树明先生和当时的全体相见人员 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最好的工作 乡村建设 就是杨树明先生认为就是最好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从教育入手 而且他坚定的主张 以教育为主 以教育带领 甚至于是代替行政 所以他在当时的周平 取消了什么村公所呀 乡公所呀 正公所 他都取消了 代之以乡学 村学 整个的这个县里头 就是乡村建设研究院 用这样的办法 去进行行政管理 那么不仅如此 而且怎么样 还是让农民组织起来 发展农业 发展经济 改良品种 提升收入 因为通常当时山东的匪患是很有名的 对吧 那个还有一个影片 叫这个黄金大劫案 那个爆发就爆发在这个山东省境内 就那个时候一旦 在地方上 有土匪被发现了 无非就是调动 军队呀警察呀 这些武光力量去清剿去驱除 但是这种情况 往往是什么 高车炮打蚊子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是 或者拿拳道去砸票子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土匪往往是怎么样 时隐时解 治得了标 你治不了本 你一来他就跑 你一走他就折腾 但是呢 在周匪 由于他们进行了乡村建设 让农民组织起来 有这个村里头 也组织大家 训练一些乡涌 然后呢 同时发展农业改良品种 不管是 有这个比如说 从鸡的品种上 猪的品种上 棉花的品种上 提升农民的收入 然后呢 同时用乡学村学 这种政教合一 行政和教育 不是宗教的那个教 这种系统把它合集一起来 那么具体的做法就是 比如说他要有认真的 人口管理 啊 然后 来了生人 要登记 要报告 啊 另外一个就是生活改善了 使得落草为寇的人啊 觉得都不值 于是一来呢 这样的就是多管其下 多管其下以后 结果周平境内 再无匪患 土匪在周平立不住脚 立不住脚 也不来了 啊 也没有什么 就是很多的武装力量 因为我印象很深 我听我父亲讲 当时的县警察的队伍 从一开始 乡村健身研究院接手周平 是100多人 最后缺点大概只有30多人 可见不是靠武力 可见也不是靠武装 而是通过一种社会的建设发展 啊 使得整个的这个周平 社会治安和社会发展 为之一心 所以在这一点上 周平当地的老乡 都很福气 都很福气 因为特别是不管是种棉花啊 让这个收入很高 这个其实包括现在 今日的周平 大家如果有一些了解的话 就是亚洲最大的棉纺织企业 魏桥集团就在周平 就在周平 那么当时呢 推动这个棉花品种的改良 声明 棉花的这个产量 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同时呢也使得社会风气 有改善 而且印象很深的 我看到那个有资料 图片资料 就当时在村里头 都设了有卫生站 在当时那么落后 蛮荒的这种农村 三十年代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啊 搞卫生站 正式下去 叫农民怎么刷牙啊 然后洗脸不要用全家用医疗毛衣 这些工作都去做 这样的情况整个推动的 周平的发展 所以周平当地的朋友就跟我说 他特别有意思的就说 说这个周平现在的老乡啊 七八十的 到都认得这儿 五六十的可能还有文盲 这个很奇怪 那现在一看 就是当时的乡村建设 推动这个农民十字 那起到了一个有效的作用 所以由此看来 就是孔子的这种非刑法 在社会实践当中 不管是苍先祖 还是周平的这种乡村建设 还有就是个体的教育 这些方面 我觉得 都是非常有意义 非常 给我们有启发的 那么我呢 那先讲到这里 请尤冯老师讲听 谢谢梁老师 提升意识能量的 境界 作为生命的第一需要 然后呢 施教化 那施教化 其实就是 以这个唤醒智慧 作为这个教育的本质 然后呢 福利刑法 这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hold 底线 也是呢 保障这个能量 在这个社会的能量 这种和谐 因为什么呢 因为罪 犯罪和邪恶 它是一些这个 极端的 这个偏性能量 那刑法呢 是对峙这些偏性能量的 所以当一个社会 存在这些极端偏性能量 以刑法来做一个对峙的话呢 能够保证整个社会 这个时空能量 这种和谐的存在 那么在一个教化理俗 自立三者的内容呢 它实际都来自于理性 这个理性 是在于 是指于什么生命的觉醒 以生命的觉醒 作为统一教化 理俗和资历的话 才有 它才有意义 那所以呢 真正的用教育 去唤醒智慧 来代替行政的时候呢 梁先生在周平的这个 乡村建设里面 他做了非常有效的生命实践 这样的生命实践 实际呢 是对这个人类整体 是特别有意义的 因为呢 法治刑法的目的呢 它到底为的是什么 这一点有两种可能性 有两种 一种呢 是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 为生命教育和生命的觉醒提供保障 这是它的一个正向目的 按照这个目的发展呢 社会越来越美好 每个生命越来越觉醒 每个生命的付出成为生命的第一效 它把人的想法转向了一种和谐共生的未来 而另外一个呢 它的作用呢 为利益提供保障 为合伙高效掠夺人类自己生存资源提供保障 那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啊 这个这个这个为经济啊 为发展经济啊 提供的这些保障使得人类呢 面临面临的什么呢 走上了这个以经济发展 以这个掠夺资源为目标的这种集体自杀的条路啊 所以这条路呢 实际上呢 走不下去了 所以才有未来和谐共生 所以呢 法治为未来的和谐共生提供服务的时候呢 它才真正有人类的美好的未来 那它也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人类的共同的未来目标的时候 这时候的法治啊 就是要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 国际关系和人类的各种关系啊 人和自然的关系啊 它是为生命的节省啊 和人类的这个自我唤醒啊 创造的条件啊 这也就是刚才为什么讲到 主德制啊 实教化啊 服役刑法 实际呢 在孔子思想里面呢 在两千年前 在周理思想体系里面就已经有了啊 周朝的这个思想体系就已经有了 所以它和天道 对它它能够兴盛八百多年啊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空呢 到了这个时空点呢 这件事情现在尤其重要啊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各种灾难的发生啊 使得人类在三维空间啊 一种狭隘的能量结构正在崩坏 所以这个东方智慧 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 为我们人类啊 这些国家的未来的存在和发展 提供的是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好 谢谢 梁老师您提醒 好 下面呢 分别请两位老师 对今天的对话做一个小节 谢谢 嗯 嗯 就是 印象很深啊 就当时 呃 梁树明先生 北大的时候啊 他呢 跟这个李大钊 李守长先生很熟 嗯 呃 两人关系很好 李大钊先生又是掌管北大的当时的图书馆 于呢 李大钊先生经常会推荐一些书 呃 给梁树明先生 那么 我祖父就跟我讲过 他从李大钊先生那儿拿到过一本书 这本书是介绍 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书 其中最后的那一章讲的 就是西洋人是一位向前足球功利的人生 所以相目庸荣安闲的 的中国态度是他们所向往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西洋人竟是事事求快 什么事都叫快的一种欲求 就是表现现在的人称量一切事物 只问多少 无所谓好坏 比如他们有两个 那他就会去比较 但是呢 很不幸 他是人 那人呢 只有一个嘴 一张嘴一个胃口 一天也只有24个终点罢了 所以正当的人生 应该是安息的 不是跑的 是田径的 不是慌乱的 他应该享受他们死面前的那些东西 面临的东西 而不是去追逐那些 这没有 所以在这个 情况下 模范的人 是没有 贪婪的那种野心 他不会是去贪图一个大的幸福 或者憋着想去站上谁 管着谁 控制谁 他可以是不那么强的 但是 是恰当的 而且更是有一种 有生机的 有好的气味 有好的态度 那这个书里的这段话 给梁淑明先生的意象很深 他说 话虽然讲的有些粗 但是态度是明显的 这个态度 还是飞行法 这飞行法的结果 一定 会走到李悦的这个道路上来 好 我说到这里 谢谢杨天老师 今天我们从这个飞行法这个话题 这个了解了这个孔子思想 他的内在格局 同时呢 他的这种飞行法的这种辩证性 也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排斥行法 只是要把它用到最该用的点上 那真正最该用的点上 就是保障整个社会的和谐 他的一个底线 那这个底线呢 用来平衡 不同类型的天性能量的时候呢 能够让我们的整体能量体系 是和谐的 为生命的觉醒 创造充分解极的条件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刘老师的讲评 好 感谢两位老师 今天就梁树铭先生 心目中孔子人生态度系列课程的第八讲 飞行法的对话分享 也感谢大家在线上的收听 再见